大家好 今天股市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下调 我们看看那个指数 早段寒森指数先低开309点到28286点 曾经一度在低见27914点 等于说在这一分钟指数是大幅度回调685点 当然由于指数已经跌圈了这个月3号的低位28256点 那等于说五月份的股市暂时来说 已经成为一个先高而后低 那指数暂时来说是从7号的高位28884点 回调到今早的低位27914点 这个月的波幅暂时来说有974点 好了 由于一个月的高低位 不应该在三个交易天之内出现 上个星期五跟今天是三个交易天 那等于说只要先高而后低的走势 暂时没有办法改变的话 我想更低的指数可能还是在后面 再看看移动线方面 暂时来说也同样进一步反复 因为现在指数大概在28000水平进行一个整顾下来 可是总的来说已经跌圈了50天 2010跟100天线 相对来说还是有一点点距离 所以变成来说单单是移动线方面来看 信下的那个支持就要退守到250天线 当然250天线现在大概在26425点 我也没有看到那么低 可是由于指数已经曾经一度跌圈28000点 那等于说股市现在的那个比较重要的支持 就要退守到今年3月25号的低位27505点 那这个很重要 大家记得股市是从2月18号的高位 31183点回调的 这个是一个中期的调整 后来就到3月25号的低位27505点才停步 一共回调3678点 那从27505点开始股市有个反弹 到4月29号的高位27405点 股市是反弹到1814点 好了 现在从那个29405点回调下来 要是不会跌圈27505点的话 那问题是有 可是并不是很大 可是一旦是跌圈这个27505点的话 等于说从31183点开始的回调 就出现一浪低于一浪 这个走势真的是不太好 今天看到的一种新经济的股份 都受到一定的估扬 像陈信 像阿里巴巴 美团点评 京东还有其他的新经济股份 都出现一个明显的回调 可是旧经济股份大部分还是比较稳定 我们看看中工建这个利盈股 还有惠宏 还有友邦 还有九十一的中移动 大部分只是稍微偏远而已 没有什么样的大跌 另外来说再看看一种的经济股份 全部是做好的 譬如来说像安杠 中杠 马杠 跟江西桐 股价都相对还是在一个高台 那等于说抓着新经济股份的投资者 这一阵子的确是有一点心痛 因为股价从高台下调到现在 已经相当多的幅度了 旧经济股份当然是没有怎么样大幅的回调 可是由于没有怎么样大幅的回调 变成股价只是整股等变 其实来说相对现在的情况来说 我觉得旧经济股份不会上升到哪边去 可能也不会跌到哪边去 另外来说一种的资源的股份就大幅度上升 当然有货在手的还是要小心一点点 毕竟内部的升幅也不少了 就像早前的新经济股份一直跑赢所有的板块 可是不懂得只赚也不懂得只赚的话 到现在为止就很难过的了 股市这一分钟暂时来说 在28000点整股下来 就看看能不能够稳守在27505点以上的 下午分析就说到这里